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是什么呀 刚才我们说是安 那么这个目是另外的一个说这个这个否定的方式了 那么它是在它只能加什么加动词 刚才我们说这个安的可以加形容词也可以加动词 那么这个目呢只能加动词要记住了 形容词是不可以的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表示否定的时候它怎么加呢 第一句话 那么这个得겁다 得겁다是原型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音变啊 这个比较要变成加啊饿的时候变成这个我啊 得겁oso 得겁oso 因为太烫了 所以呢不能吃啊 这个먹加먹다 这个겠어 表示这个将来啊 我不能吃我吃不下因为太烫了 所以怎么读呢 得겁oso 没摸겠어요 这个就是我们的表示否定的啊 那么我们看第二句话 다리를 다쳐서 说 수영을 못해요 다리를 다쳐서 那么这里都是有这个啊饿서啊 然后我们会写的表示原因的 那么呢 다리是什么 腿 腿呢 다치다 다치다 是受伤的意思 다리가 다리를 다쳐서 因为呢受伤了 所以呢 수영하다 수영하다 那么在中间呢加这个먹 수영을 못해요 那么这里要发现个音变了 这个먹是시어 把琴对吧 시어 那么我们猜一下 我们想一下 我们在入门里面学过的啊 这个八个八个这个韵语 有哪一个呢 有没有这个시어呢 是没有的 它代表音是这个dig 代表音是dig 那么这个dig加上这个하다 这个he어 变成什么呢 变成ty어 所以呢 读的时候变成什么呢 먹て요 这么读 那么呢 我们再读一遍 다리를 다쳐서 수영을 못해요 这个就是我们的먹 也是跟这个啊一样 表示否定的 只是呢 它是只能跟动词 不能跟形容词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 注意啊 跟这个这个啊一样 也是有个注意 那么名词加하다的形式呢 是怎么样变的呢 我们看这个청소하다 청소 清扫 清扫呢是一个名词 它这个前半部分是名词 后半部分하다 是动词 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动词了 对吧 那么청소하다是动词 那么呢 청소 木ただ 是正确的啊 청소 木ただ 是在这个청소 和这个하다 中间呢 加了一个目啊 那么呢 我们可以说 目청소하다吗 目청소 是不可以的啊 一定要在这个하다 前面加这个目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 那么呢 努力하다 努力하다 努力是歌 歌是名词 那么加하다 变成什么 变成了唱歌 对吧 那么也是一样 在하다的前面呢 加木就是正确的 努力 못하다 努力 못하다 努力 못하다 什么意思啊 不会唱歌 唱歌唱得不好 或者是不能唱歌 这样的意思 那么呢 木努力해요 是完全错误的啊 我们一听就知道 没有人会说 木努力해요 这样是错误的 嗯 这个就是跟那个 啊 跟那个什么一样啊 跟这个啊 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用木回答问题 我们看第一个啊 啊 昨天这个好好的 这个茶打睡觉啊 昨天睡得好吗 那么用木怎么回答呢 我昨天睡得不好 对吧 那怎么说呢 어제 잘 먹 잤어요 어제 잘 먹 잤어요 这个我们在韩语里面 经常说的 比如说见面的时候 说啊 잘 잤어요 睡得好吗 那我们说睡得不好 잘 먹 잤어요 잘 먹 잤어요 我睡得不好的意思 那我们看第二个 가怎么说呢 방학에 구향 잘 갔다 왔어요 갔다 왔어요 这个 갔다 왔어요 这个 갔다 왔어 表示什么呢 你去了回来的意思 那么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你放假的时候啊 回故乡 回故乡 回故乡回得好吗 对吧 你在故乡去了 又好好回来了 这个意思 那么哪怎么说呢 아니요 为什么用A呢 上次我们以前学过啊 表示这个地点和方向的 구향에 못 갔어요 用过去是啊 没能回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김 선생님이 결혼하셨어요 결혼하다 加这个시다 加시다 表示什么呢 表示尊敬这个金老师的 那么金老师结婚了吗 김 선생님 결혼하셨어요 那么 아니요 아직 是什么意思啊 非常重要的单词啊 一定要背一下 还的意思 还 还没的意思啊 아직 那么他还没结婚呢 没能结婚呢 对吧 那怎么说呢 아직 결혼 我们说 결혼하다 也是一个 这个名字加하다的 所以呢 把这个 결혼和하다 分离出来 在中间加这个も 결혼 も ただ 못했어요 要表示过去时啊 过去还没能结婚呢 아직 결혼 못했어요 这个就是我们的 목的用法啊 一定要记住了 如果是 名字加하다的话呢 把这个名字和하다 分离 在中间加这个 목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 안和 목的区别 那么呢 안呢 一般表示主观的 但是这个 목 表示客观的 那么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例句啊 저는 책이 재미없습니다 저는 책이 재미없습니다 저는 책이 재미없습니다 책是书的意思 那么这个 这个 재미없 代表是没意思啊 那么 我觉得这个书没意思 그래서 그래서 表示所以啊 그래서 책을 안 봅니다 所以呢 我不看书 所以我不看书 那么这个什么呢 我主观的 我不想看这个书 因为这个书没意思 所以呢 안 봅니다 我不看 我不想看 这个意思 可是 怎么呢 怎么说呢 我们看这个话 저는 한글을 모릅니다 저는 한글 한글 是我们的韩文啊 那么这个 물어봅니다 물어봅니다 表示不知道 我不懂韩文 그래서 所以呢 책을 못 봅니다 所以呢 我看不懂书 对吧 那么这个是客观原因 因为我不懂韩文 所以呢 我不能看书 所以这个是主观 这个是客观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大家理解一下 那么比如说 我们看这句话 밥을 안 먹어요 밥을 안 먹어요 和 밥을 못 먹어요 밥을 못 먹어요 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什么语感呢 那么这个 밥을 안 먹어요 就是我不想吃啊 我不吃 我要减肥 我不想吃饭 没有胃口 那么我就说 밥을 안 먹어요 可是呢 我没有时间吃啊 没有时间吃 或者是没有这个吃的条件 那怎么说呢 밥을 못 먹어요 밥을 못 먹어요 因为呢 时间이 없어서 밥을 못 먹어요 没有时间 所以呢 不能吃饭 这个是表示客观的原因啊 这个就是它们的一点点区别 那么凭着这个语感 我们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常行的否定啊